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3年8月2日 今天是星期三 我們這節要跟大家揭露一節危機 這個叫做 離境危機 發生了甚麼事呢 就是發生了 一宗案件 那宗案件發生在2019年 但是這件事 就是非常接近 這件事 是在去年的時候 現在透過 2019年 2019年的暴動案件 把入境處 的監察名單 披露了出來 我們 所有人都知道 香港的入境處一直都有所謂的監察名單 但是到底監察名單 包括甚麼人 去到甚麼程度 是不是容許你可以離開香港 有甚麼人可以查詢 監察名單 甚麼人會被擺進去 通通 沒有一個人知道 今天 就是這個 被控在2019年11月 參與暴動罪 被控告暴動罪的一個女民穴 到底還有甚麼人會被擺進去監察名單 裏面 我們這節在詳細說之前 請大家記得繼續支持六部空 記得節目按LIKE 用社交媒體 Share我們的節目 繼續建設性留言 痛擊五毛 痛擊藍絲 繼續開Google戶口 訂閱我們的頻道 星期二得道 星期二日報 還有星期二新聞集團 記得大家現在在聽的是星期二日報 因為我們的主頻道被封鎖了 也請大家記得訂閱這個後備中的後備 星期二新聞集團 我們也 願意請大家幫忙 由於我們主頻道被關閉 免費模式 被封鎖 希望大家 在這段時間 我們應該估計最少是被關閉三個月 到時我們可能需要重新申請 請大家幫忙訂閱Patreon 支持我們 也請 訂閱這個後備頻道的會員頻道 希望大家幫忙支持 好 安裝了Pine Network的朋友 也請記得繼續按閃電鍵 我們回來研究就是呂文元 呂文元原來曾經 打算坐私人包機 打算從香港前往英國 結果居然被發現原來 入境處有所謂的監察名單 我們先來跟大家說說案件的內容 這是2019年11月2日 當時 民主派號召在維園舉行選舉集會 後來 警方驅散 再演變成為 在 銅鑼灣一帶 還有灣仔發生了 示威衝突 控告8個人 案件現在 在區域法院審訊 其中一位 被控 意圖妨礙司法公正罪 27歲 的一個女文元 原來是被揭露 在去年 打算 坐私人包機 離開香港 前往英國 結果 在 辦理出境手續的時候 發現自己原來在入境處 監察名單上 監察名單上 結果這個入境處 當然拒絕他離境 然後 立即報警 然後令到他 立即被警方逮捕 這位被告 林子喬 被加控一條企圖妨礙司法公正罪 原來他在2022年 即是上年的時候 在 早上 2月份 打算在香港國際機場 出境 他當時打算 登上的航班 而他打算 前往的機場在英國裏面 那班機原本打算飛去Franburg 機場的位置在倫敦的外面 接著雷丁 而那班機是叫做私人包機 因為那班機 是專門 負責運載寵物 這位女被告 發現自己原來 被入境處放在監察名單上 在正常的香港司法程序裏面 假如 一個人被控 他的 擔保條件 是不准離開香港的話 就會有機會被放進監察名單 英文一般 根據正常程序 現在到底正不正常 我們稍後再討論 根據正常程序 入境處 有一個是watching list 就是被限制了不能夠離境的人 到底現在 入境處 是不是還會 在其他的案件 是自己 把一些人加入監察名單 整件事 就是相當之不明 曾經也有一段時間 大概是2020年的時候 我們 也是大規模地 幫助香港的抗爭者 不過當然 有很多人就會反咬你一口 這個世界很不幸地 大概2020年的時候 那時候也有很多 抗爭者 示威者 就是 說可以在這個 機場 上這個私人飛機 離開 只要買到這個私人飛機的機票 就可以離開香港 我們當時就知道這件事並不是那麼簡單 有一段時間香港有一大群人 當然可能包括一些 不知情又或者是無辜的示威者 他們 不停地問 香港的家長 或者是願意 幫助他們的人 不停地問他們 就是去拿錢 去買這些私人飛機的飛機票 他們當時就說 坐私人飛機就可以出境了 他們就是周圍 問那些家長 又或者問其他人 就像我們一樣 就是一個拿5萬 一個拿10萬 這樣的方式說要買私人飛機的機票 我們當時就已經相當懷疑 因為如果有一個這麼公開的渠道 是 一群香港 的示威者 是不停可以周圍去問這個家長 拿錢去買這個飛機票的話 這個飛機票 公開到這個地步 香港 香港 的入境處和警察是否真的會容許你 那麼容易透過坐私人飛機 讓你離境 然後就可以 逃亡呢 我們當時也都已經相當懷疑 正正因為 香港 跟著一段很長的時間 都處於了一個被封鎖的狀態 所以 才 才 有這個曾志健的案件 因為他們 無論我們怎樣幫他 他們是沒有辦法離開 更加可恥的是 我們是出了大量的金錢 去幫助這些示威者 而說了足足一年 由去年的7月說到今天 足足 13個月過去 連丁點兒的證據 說我們有怎樣跟人籌期 完全 是沒有了一件事 根本整件事 是自虛戶友 而我們所有的聽眾 全部都可以造席 我們除了現在 主頻道被停止 然後 希望大家 支持這個媒體 訂閱Patreon 以及會員頻道之外 由始至終 我們這個頻道 一直近乎 接近99% 即是撇除了Patreon 基本上整個頻道一直在用 YouTube 免費模式經營 還要 貼錢幫助 就是這一班 打算買飛機票 私人包機 的示威者 足足說了13個月 當然我們相信有一部分人 一定是對我們有思願 但是另一些我完全不相信 跟怨恨有關 因為 因為 上年的攻擊 我們清楚看到 這個是國家級的動員 所有的藍絲 媒體 所有的KOL藍絲 包括文匯大公 連東洲也出賣 動用整個國家機器 好像對付 游慧貞和梁仲恆當時的本土派 是一樣的 其實共產黨的招式 來來去去都是一樣的 攻擊羅冠聰 攻擊郭榮鏗 還有一大堆區議員 來來去去 也是用相同的招式 也是用相同的招式 本來我不是想詳細說這件事 不過一說起私人包機 的確 由2020年2021年開始 我們不斷收到 一些 問取錢的要求 跟私人包機有關 我們當時已經很肯定 告訴 這些人知道 你不會坐到 在香港買的飛機票是可以離開的 告訴你可以離開 一定是騙你 因為 你聰明 香港警察 還有入境處也不笨 一定是會有一個 很詳細的名單 後來我們也 有線報 告訴大家 就是這個 香港機場和國泰 其他航空公司、英航 可能暫時都安全 但是國泰一定是將 整個 乘客的名單直接交給香港警察 所以 不需要想 可以僥倖上路機 我說的不是有案件在身的人 而是我在說國泰的名單 在說有一班 香港人是被香港政府 軟禁 以我們所知道 包括 絕大多數有份參與政治的人 當中也包括一些 相當知名的人 例如梁天琦等等 到底那個所謂的監察名單 會不會忽然之間 增加減少 事實上真的沒有人知道 按照香港 局勢 我們只會相信 政治鬥爭越說越離譜 原本今天也打算說一節鄧炳強 原來他說英美勢力 由03年就已經開始 在香港運作了 真的很厲害 03年的時候 大量 香港的示威者 根本 剛剛才出生 或者還未出生 你說多離譜 我們估計只會是更加多的人 被加入軟禁名單裏面 至於他何時會增加 何時會減少 始終沒有人知道 所以我們再 呼籲多次 15、16 正在想走還是不走的人 不要再猶豫了 現在 除了英國 你還多了幾個渠道 當然你要符合條件 包括加拿大 還有澳洲 請好好把握機會和時間 我們這一節和大家暫時說到這裏 優惠 你